这辆价值上千万的超跑麦拉伦 前后的车牌已经被拔掉 停在马路中央 警车也停在后方警戒 生怕有人追撞更麻烦 那事实上昨天我是全程一直在现场 然后去协助他们脱掉 因为我想说我的车可能比较不好脱 所以我在想我如果可以帮忙移车也好 我等等之类的话至少不会那么麻烦 那说没关系你就可以先回去 我最后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那这边我们都可以注意就好 其实这辆超跑停在这里已经超过六个小时 拖掉车没人敢动 事发就在凌晨三点多 这辆麦拉伦 我也停在台中市中美街的一间店门口 警方巡逻时蓝茶 结果中信车主拒绝酒侧 警方一规定开聚策罚单 还当场拆掉车牌准备扣车 不过因为超跑低底盘 拖掉师傅都说超跑的电脑系统 没用钥匙解锁 硬拖的话可能会坏掉 但车主一离开就失联 车子从半夜放到早上 一早民众纷纷围观 你有喝酒吗 你有喝酒吗 我刚才有喝点 据了解车主是一名 38岁的餐酒馆大亨 事业跨足了旅游业 手摇饮料店 后来还投入餐饮业 他拥有的这辆 18年式的麦拉伦570S 急速可以驾出570匹马力 价值1088万 去年他零贷款买下 凌晨三点疑似酒驾开车 选择聚策罚18万 我在那边等到差不多已经是早上了 前前后后绝对至少有三个小时的时间 没有所谓的我据策 我就离开的那种没有 你说哪个人有酒驾 所以我叫我的儿子 小心不要喝 吃不喝酒 喝酒不可吃 连英国网红艾伦都刚好带儿子经过 来个机会教育不要酒驾 而车主也在接近中午现身 澄清全程配合 没有把车丢着人就消失 后来也出动了全托板的吊车道场 将麦拉伦拉上车台才顺利一致保管抢扣车 东旭林天静谢宋化成太佑 在台中早上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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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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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